莫莉的人生前20年可谓风光无限 她是国家级滑雪运动员 在世界级大赛中曾取得过优异成绩 可老天却在她准备进军奥运会时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比赛过程中 莫莉不小心碰到裸露在外表的松枝 身体失控当场飞了出去 导致她的脊柱弯曲60度 从此告别了运动员生涯 好在莫莉不光只有矫健的身体 还有聪明的大脑 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哈佛法律学院 由于她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跟训练 所以决定推迟一年上学 出去体验一下之前没有过的人生 于是莫莉只身前往洛杉矶 在一家夜场里找到一份服务员工作 每天任务就是忽悠顾客 在这里大把大把的消费 在这里莫莉见到了许多大牌明星 好莱坞大咖 甚至还有当地知名的华尔街大佬 看着这些人在夜场里挥金如粪土潇洒自如 她的眼里充满了羡慕 之后莫莉凭借与生俱来的高情商 一举成为夜店的销售冠军 即便如此 她每个星期也只能拿到300美元 俗话说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没过多久 莫莉的能力就被垫了一位常客安迪 看在眼里 她是黑色投资的合伙人 有一家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工作公司 专门组建地下赌局 邀请社会名媛 好莱坞明星等参加 然后从中赚钱 安迪看出莫莉身上的潜力后 便请她来公司上班 每天做做表格打打报表 一个星期就可以挣400美元 或于生活压力 莫莉答应了下来 这天早上 安迪再次设局 把参加赌局的人员名单 资料扔给莫莉 让她把上面的人挨个通知到 这些人无不例外都是有钱的富人 通知完毕 莫莉就来到安迪的一处酒吧布置现场 等着晚上众人的到来 在进场前 莫莉会收取1万美元的进场飞 随着人员到齐 赌局正式开始 很快 莫莉便发现 这些有钱人玩牌 就是图一乐呵 下多少注 全看心情 说白了 钱对于这些人来讲 只是一串数字 在此过程中 莫莉也没有闲着 努力学习赌局上的规矩 和一些专用名词 等在赌局快要结束时 安迪对在场的赌客道 要是下周还想被邀请 那就给莫莉一点小费 就这样 仅仅一晚上 莫莉就赚了3000美元 钱来得如此之快 不由得让莫莉产生了 也想开设这种赌局的想法 但她明白自己 不光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而且还需要有过硬的人脉 于是莫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开始花钱雇佣夜店卖酒女 和当地大小赌场合观 让他们帮忙物色那种 人傻钱多的土豪 明星 政界大牢的 推进到赌局里 这样的效果立竿见影 安迪的赌场生意 顿时水涨船高 而莫莉也从中拿到不少的小费 直接用这些钱 购买了豪宅和汽车 赚钱的快乐 让她决定再推迟一年上学 就在这个时候 安迪见莫莉赚的钱越来越多 居然不想支付她 每周四百美元的工资薪水 也就是说 以后莫莉只能靠着 不断地给赌局拉顾客赚钱 听到这话莫莉当场不干了 因为现在她的手上 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人脉和资源 完全有能力自己开设赌局 隔天早上 莫莉来到比弗利酒店 用积蓄租下一间套房 然后花钱雇佣几名服务员和合观 将现场布置得极其豪华 她准备在这里 开设属于自己的赌局 一切准备就绪 莫莉便给那些原本要去安迪赌场的顾客 发去短信 告诉他们排局更改了地点 趁这次机会 莫莉现身通知大家 自己已经出来单干 如果有人想去安迪那里 她也不会阻拦 最终顾客们没有一个选择离开 毕竟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莫莉拉来的 就这样 莫莉的第一次排局十分成功 当然在开设赌场之前 莫莉先咨询了律师 法律关于对赌局方面的规定 得知只要在赌场内 不收取佣金就不违法 而莫莉赚钱的方式只是收取高额的小费 在这段时间内 莫莉还找到了一个合伙人 此人名叫小白 是赌场老手 也是个不差钱的金主 即便手上有一把烂牌 她也能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 炸的对手纷纷选择弃牌 小白始终坚信一条原则 赢来的钱比赚来的钱要开心 莫莉在跟她合作之后 赌场里赢来几个新面孔 一个是赌场运气最差之王布兰德 她来赌场十周了 从来就没赢过 即便如此布兰德还在继续玩 直到后来莫莉才知道 布兰德是金融家 她故意在赌桌上输钱 然后招揽一些商业大咖 对她管理的对冲基金投资 据悉在这段时间里 布兰德已经获得4000万美元的投资 所以说输钱不一定是坏事 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赌桌老手哈兰 她跟现场那些顾客不一样 哈兰没有过硬的身份背景 也没有很多钱 所以她来的赌局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赢钱 小白认为赌桌上有一个这样的大佬震住场面 对赌局有好处 所以莫莉才同意穷人哈兰加入其中 当晚仅仅过去两个小时 哈兰已经把她5万美元的本金翻了三倍 往往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一场赌局 职场老手哈兰碰上了布兰德 布兰德这个人完全不会赌博 就是在瞎玩 所以上来直接索哈 这反而让哈兰有些不知所措 认为对方有好牌 为了保险起见 她果断选择弃牌 结果布兰德把底牌一亮出 哈兰瞬间情绪失控 布兰德的牌居然小到不能再小 虽然这一场赌局 哈兰只是输了5万美元 但是却让她的心态崩了 之后的赌局里 哈兰不光把本钱输光 还欠下120万的赌债 哈兰妻子得知此事后 便跟她离了婚 这下哈兰的人生因为赌博 算是彻底毁了 莫莉以为哈兰从此会放弃赌博 好好赚钱还债 却不想仅仅隔了一周 她就拿着120万美元的支票 再次出现在赌场 后来莫莉才知道 这钱是小白借给她的 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 在未来两年内 哈兰赢得所有钱中的50% 归小白所有 如果输钱 哈兰独自承担 很明显这是一个坑 一个永远也爬不上来的深坑 小白对此却不以为然 有钱的她 不光喜欢赌场带来的刺激 还喜欢掌控别人的人生 但小白现在的行为 无异于在出老千 她给哈兰下注 然后自己也参与排局之中 这种行为在赌场上 是绝对不允许的 莫莉让小白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却遭到拒绝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闹得不欢而散 万万没有想到 从这以后 小白居然在背地里另起炉灶 将莫莉所有顾客 全部揽了过去 等莫莉发现却为时已晚 就这样一夜之间 莫莉从人生巅峰 跌落谷底 这让她有种深深的屈辱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莫莉重振旗鼓 发誓要把失去的一切 重新迎回来 之后她把牌局设在纽约 为了引人入局 莫莉每天都参加高档聚会 认识一些社会名流 而且还跟当地花花公子的 女玩伴们进行合作 让他们将身边的土豪朋友 带入赌局 从而赚取酬劳 为了防止赌徒当中 有一些像哈兰这样的穷人 莫莉特意将入局费用 定在25万美元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 终于积攒了一些顾客 莫莉赌局逐渐有了名气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 仅仅一年的时间 莫莉就赚了500万美元的小费 这些钱都是合法收入 莫莉牢记法律的高压线 不会去以身试险 可是好景不长 随着莫莉赌局的名气越大 还是招来了一些不安分的人 有位顾客趁别人不注意 使用随身带来的假筹码赌博 莫莉在对账时发现 有5万7千美元不翼而飞 随即调取监控查出 此人名叫杰克 是当地一位富豪的儿子 出于情义 莫莉并没有采取暴力的方式 解决此事 只是让杰克尽快把钱还上 可这件事的发生 让莫莉突然意识到 他相当于赌徒们的提款机 一旦存款无法支撑 赌博金额 那整个赌局就算完了 常言道怕什么就来什么 第二天赌场就来了一场好赌 赌注高达300万美元 如果再继续下去 莫莉将无法支撑 几经犹豫 她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从中抽出两成佣金 但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 就是莫莉的赌局 一下从合法变成违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莫莉的赌局来了一群俄罗斯人 他们财力雄厚 排气烂出排快 并且都是及时付款 从不拖欠 这让莫莉的赌局再次火爆起来 可惜没过多久 危险再次临近 因为之前 参与莫莉赌局的布兰德 突然被警察抓捕 通过调查得知 布兰德其实是个金融诈骗犯 他用在赌场搞到的投资资金 购买了大量的房产和资产 随着布兰德的被抓 莫莉的赌局也被警方盯上 布兰德为了减轻罪责 向警察坦白 是莫莉诱导他 参与了这些高风险游戏 自己也是受害者 同时还供出了一些顾客名单 事到如今 莫莉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是上法庭跟布兰德当庭对质 另一个则是给布兰德 对冲基金骗局里的受害者 进行赔偿 最终 莫莉还是选择后者 支付了50万美元的赔款 不过此事过后 莫莉的名字也被FBR注意到 这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 长时间的高压状态 莫莉的精神逐渐出现问题 他不得不服用一些精神类药物 让自己保持清醒 恰巧在这段时间 以前参与排局的俄罗斯人当中 居然有黑手党成员 见莫莉挣钱如此之快 便想跟他进行合作 莫莉明白 一旦跟对方合作 他就会陷入到 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所以便果断拒绝了 结果当天晚上 莫莉便遭到黑手党的报复 保险柜里的钱被洗劫一空 身体也被打伤 莫莉不敢去看医生 怕别人报警 再牵扯到她的赌局上 所以只能一直在家里 等伤口愈合 在这期间 莫莉想了很多 最终决定退出这个行业 回归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 恰巧这时 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 内容是警察对当地 俄罗斯黑手党成员进行拘捕 大部分成员被抓的被抓 逃跑的逃跑 看到新闻后 莫莉立马重新组织排局 她要好好的赢一局 然后退出结束这一切 没想到这时 赌局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称FBI队员突然攻入赌场 进行搜查 莫莉意识到不对劲 收拾了一些现金珠宝 便赶紧逃跑 来到丹佛 找到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最终 她还是被FBI找到 以诈骗罪和非法开设赌局逮捕 为此莫莉找到顶尖律师老黑 为自己辩护 并将所有事情全部告诉了她 听完莫莉的讲述 老黑感觉 她不像是外界 所传出来的那样 是个无物不作的赌场老板 莫莉所做的 仅仅是开了一盘扑克游戏 可现在检察官 却想将她送进监狱 不过对方也不是不给机会 只要莫莉能交出一份硬盘 成为污点证人 就可以无罪释放 原来莫莉手上 有一份赌客的身份信息 和交易记录 里面的人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什么影星大咖 资本家 富豪大佬 这份资料一旦曝光出去 相当于释放了重磅炸弹 会在社会上直接炸开了锅 莫莉深知这一点 所以拒绝交出硬盘 老黑对此大为不解 毕竟莫莉交出去 就可以免除老雨之灾 然后开启新的生活 完全没必要为那些资本家 隐藏秘密 但莫莉态度坚决 她的人品不允许自己那样做 最终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时间来到开庭这天 法庭上莫莉面对检方的指控 全部认罪 不做任何辩护 没想到法官在看完莫莉的案件 卷宗后 认为莫莉的罪过不至于送进监狱 华尔街那些金融家 吃顿午饭的时间 所犯下的罪行 估计都要比莫莉案件重得多 接着法官当庭宣判 判处莫莉200小时的社区服务 和20万美元的罚款 最终莫莉幸运地避过了老雨之灾 影片最后 莫莉回到家中 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同时还把自己的这段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获得大卖 片名《莫莉的牌局》 改编自莫莉·布鲁姆 在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 讲述了扑克公主莫莉·布鲁姆 从一位奥运选手 变为运营私人赌场老板后 遭到FBI调查的故事 影片的题材非常吸引人 演员的演技也很到位 台词水平更不用说 片中塑造的女主 从小到大 都有着较强的自我思考 和认知意识 让这个平凡的姑娘 给观众带来感动和喜欢 或许就是因为 她是一个固守内心底线的捍卫者吧 摔斗的莫莉还会起身 自我也是一种美丽